A1 在這一波流行的 Omicron 變異株 在傳播上非常的快速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病毒好像離自己越來越近 但我是要告訴大家 到目前為止 疫情的健康風險相對較低 而目前我們也正致力於加強中重症的防治 因應疫情的發展 我們要邁入防疫的新階段 而我們有四個重點的防疫措施 第一個措施 我們將持續強化輕重症分流 並且確保醫療量能充足 在醫院內只收治中重症 以及有高風險的確診者 其他的確診者則分別安排入住加強版的 集中檢疫所 防疫旅館 或者進行居家照顧 第二個措施是 家用快篩實名制 我們的目標就是 確保快篩實技的供應量足夠 讓大家可以用合理的價格 更方便的方式來取得快篩實技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就像當初我們配合口罩實名制一樣 請大家依序分流購買 不要囤積 第三個措施 重點異調 以最小匡列為原則 把需要被匡列的對象 調整為確診者 在發病日或確診日前兩天的密切接觸者 並且被匡列的密切接觸者 從10天的居家隔離 收感為3加4 也就是3天居家隔離 再加上4天的自主防疫 但是我也要提醒 從境外回到台灣的朋友 仍然維持10加7天的措施 第四個措施 就是我們要持續提高疫苗的覆蓋率 經過這兩年多來 大家團結努力 我們現在的疫苗覆蓋率 第三劑是58.24% 拜託大家 一定要提醒我們的長輩接種疫苗 提升長輩的疫苗覆蓋率 才能夠共同因應疫情的挑戰 我要再一次感謝 這兩年多來 從中央到地方 從政府到民間 無數的防疫英雄不眠不休 守護全體國人的健康安全 病毒越近 我們就要越冷靜 讓我們一起打造更強人的台灣 一起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